哈喽大家好 今天耶塔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大熊的礼物 封面有一只大熊伸出舌头 再舔一些雪花哦 拜拜 明年春天见 大熊替前往南国的白眉天翁夫妇送行 现在他要去好好的睡一觉 直到春天来临 有两只黄色的白眉天翁哦 白雪纷纷落下 咦 有只小狐狸 小猪还有一个小动物 他们躲在树干后面耶 突然他们打起雪仗了 看招 哎哟 嘻嘻 有人滑倒了耶 连小老鼠都跑出来了哦 看起来玩得很开心 啊 吵死了 正在冬眠的大熊被吵醒了 外面到底在做什么 吵得我睡不着 他气冲冲的走了出去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那些小动物刚刚刚在外面打雪仗啊 哇 走出门外的大熊被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景象吓了一跳 我们看到原来下大雪了耶 石头跟树干都被雪覆盖了 冰冰软软的 好像棉花糖哟 大熊忍不住伸出舌头 这下踩在雪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大熊 你在做什么呢 这时 有一只小老鼠走得过来哦 大熊说 我在赏雪啊 我也好想让白眉天翁夫妇看看雪哦 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那你要不要做个雪人寄给他们啊 我来帮你 真是个好主意 小老鼠 谢谢你 大熊和小老鼠合力滚起雪球 他们打算要送个礼物给白眉天翁夫妇哦 是在做雪人吗 路过的小兔子好奇的问 啊 如果让雪人戴上手套 看起来会更棒哦 他脱下了一只手套交给大熊 小兔子 谢谢你 大熊 你怎么会有雪人啊 这是我做来要寄给白眉天翁夫妇的啊 不错吧 大熊像小狐狸炫耀着手中的雪人 嗯 如果让他戴上帽子 看起来会更像真的雪人哦 他脱下帽子交给大熊 小狐狸 谢谢你 一开始只有三个小动物合力做成的雪人 现在又加入小狐狸的创意了 大熊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邮局寄雪人给白眉天翁夫妇 这样啊 如果让他戏上围巾 雪人看起来会更帅气哦 小猪 解下脖子上的围巾交给大熊 哦 谢谢你 现在又加入了小猪的创意了 大熊的心情变得更好了 谢谢你们 雪人看起来也很开心呢 雪人现在身上有围巾帽子还有手套哦 看起来一点都不冷了 于是大熊从家里出发 走走走走走走 绕过小动物们的房子 快要到邮局咯 应该会顺利送到吧 啊 嗯 那我要继续睡到春天了 白眉黄翁夫妇 看到雪人应该会很开心 大熊一边想着一边甜甜的睡着了 有您的包裹 大熊的礼物终于送到了温暖的南国 白眉黄翁夫妇兴奋的打开包裹 哇 这么大一个 大熊给我们寄了什么东西啊 从那么远的地方寄过来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了呢 咦 这是什么 白眉黄翁夫妇歪着头看着礼物 啊 我知道了 原来雪人已经融化咯 变成了一罐的水 上面还飘着帽子 帽子 围巾 还有手套 他们在帽子坐成的小船上 悠闲的看书 睡午觉 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啊 真凉快 大熊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来画画吧 这次画的是这一个雪人咯 也就是大熊的礼物 我们会用游性的麦克笔 还有水性的蜡笔来作画哦 好 一开始 我们先画雪人的头 先画一个圈 然后是雪人的帽子 然后是雪人的帽子 再画一个圆形 这就是他的帽子咯 接下来我们画雪人的眼睛 一个圈 一个圈 两个圈 然后是雪人的鼻子 这是一个三角形哦 接着我们画上雪人微笑的嘴巴 然后这是雪人的围巾 红色的围巾 有一条线 旁边有一条线 这是围巾的尾巴哦 另一边也有一条围巾的尾巴哦 接着最后是雪人的身体 这里要画一个很大的圈 比雪人的头还要大哦 然后画上雪人的钮扣 接着是雪人的手 这是一个树枝做的雪人手哦 上面还有一个手套 手套最重要的是画出大拇指 然后有一些花纹在手套上面哦 接着我们涂颜色吧 雪人是白色的 所以在雪人的脸旁边 我们可以围一个蓝色的圈 先画雪人的头 再画雪人的身体 接着我们画雪人的围巾哦 围巾是红色的 很简单吧 把围巾填上红色就完成了哦 然后我们加深一点点 把围巾多一点点层次 画一些箭条出来 然后是雪人的帽子哦 这一条丝带是紫色的 雪人的帽子还有鼻子 我们用橘色来画 雪人的手套是绿色的哦 先填上绿色吧 最后就是它的帽子了 加上一点点咖啡色 让橘色的帽子再深色一点点 这样就完成咯 希望你学会化雪人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